台米台风暴风圈 最快深夜脱离台湾本岛 但超强台风尾还没完 全台慎防暴雨 连夜好雨不停 中南部雨量暴涨 光是高雄单日雨量 已经超过莫拉克记录 花莲女儿墙意外打死护理师 一家三口开车遇难 网路上却出现阴谋论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台米台风逐渐远离了 但是暴风圈仍然笼罩台湾 中央气象鼠预估 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会解除本岛的路上警报 明天上午全台湾包含金门跟马祖 都要脱离暴风圈了 但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 跟西南风旺盛的水汽 中南部的降雨 预计还是会很剧烈的 那么有可能会再放一天台风假吗 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 是南投县信义乡 仁爱乡 嘉义县阿里山乡 明天停止上班上课 苗栗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 有哪一些县市会持续的更新 我们会带您掌握 不过呢 稍早凯米台风的强度 已经减弱为轻胎了 刚也讲了 最快今天深夜 就会解除路上台风警报 但因为它的路径实在很诡异 所以连外国媒体都形容 凯米在登陆之前呢 就好像乒乓球一样被弹出去了 但是气象鼠一在提醒 也有许多气象粉砖说 风雨现在可能才刚要开始 中南部的民众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凯米台风尾夹带西南风 带来庞大的对流云系 随着台风北移 这个超大豪雨地区也将会转向中部 凯米豪雨狂炸中南部 着水溪溃堤 涨花大城淹大水 另一头高雄三名豪雨不断 马路淹成小河 子关区同样被雨神轰炸 雨刷拼命刷 依旧看不清眼前道路 在过去这段时间 它的强度也略为减弱 目前近中心风速为每秒30公尺 由中度台风减弱到轻度台风的等级 凯米转为青台 但气象鼠预告超大豪雨 将转向中部地区 开米侠带又长又大的西南风水器 随着台风北上雨区跟着北移 据气象鼠风雨预测来看 新竹以南共十四县市 二十六号仍达到停班停课标准 但开米诡异路径引发 外媒关注美国媒体形容 凯米登陆前路径多变 甚至原地打转再回转 仿佛乒乓球般被弹出台湾 华盛顿拥抱更直呼 是一条不可思议 但令人困惑的路径 更意味着东海岸 两度受到台风核心袭击 台风在行进的时候 本身就会有一些些摆档的现象 那这样子摆档现象 在台风本身行进速度 比较慢的时候 就会比较明显 导引气流很慢 所以它某种程度 让台风跟地形之间 交互作用产生的路径偏折 也变得比较明显 尽管凯米暴风圈将脱离台湾 但可别小看台风尾威力 中南部雨势还没结束 近新闻综合报道 南部雨势受到重创的 就是高雄了 根据高雄市政府的统计 目前星星左营南子 这些行政区的累积雨量 已经突破四百八十毫米 而因为现在雨还在下 势必会超过莫拉克的 五百零七毫米的记录 所以高雄地区有很多地方 都传出了积淹水的灾情 有救护车也因为积水 抛锚在路上 救护人员只能够用杯的 来帮助病患脱困 高雄美术馆豪宅区 更是几乎都泡在水里了 高雄美术馆旁 黄水滚滚 马路变黄河 水淹一颗轮胎高 汽车动弹不得 整排机车也被大风吹倒 民众从高处往下拍 场面吓人 高雄美术馆豪宅区 几乎都泡在黄水中 每平均价突破四十万的新陈污 厕所同样下起大雨 甚至传出多处地下室 有百万名车泡水受损 开密台风吸嘴高雄 看看爱河沿线 古山区有消防员 为了帮助卧床病患脱困 河丽涉水 背着老人走向安全地方 古山分局附近 古山一路 淹城黄河 三明区高一前面 水漫到店家骑楼 河堤附近停车场 淹城游泳池 社区民宅一楼几乎淹没 民众想回家回不了家 再往北走左营区 同样马路成汪洋 有民众苦衷作乐 干脆当场游泳 海米台风带来的雨势 让高雄市总量高达 四百九十万吨的智洪池 几乎全满 欣欣左营男子美农 岗山岐山累计雨量 更突破四百八十毫米 由于雨还在下 势必超车莫拉克的 五百零七毫米 全市三十八个行政区 其中二十六个淹水警戒 也难怪高雄灾情不断传出 继续新闻夏嘉莉 陈生意采访报道 好 雨带来的土石流 也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这是在高雄岐山区 星光里后错向的一处民宅 今天中午大概一点多左右 被土石流冲入 七十八岁的屋主 跟七十七岁的妻子 两个人被土石流淹没 警校后报之后 立刻赶到现场救援 把受伤的妻子 送往医院救治 意识是清楚的 但屋主疑似因为 想要保护妻子 整个人都被淹没了 救出的时候 已经不幸死亡 大大小小石块 以及泥沙树枝 布满整片道路 连民宅都遭阳 暴雨炸高雄 连带让山区土石松软 高雄骑山星光里一处民宅 遭土石流冲入 导致一对夫妻被土石淹没 那阿公疑是为了保护阿嬷 所以他整个侧身 趴在阿嬷的身上 所以阿公是压在阿嬷的身上 那他的一只手在上面 一只脚在上面 那是朝向阿嬷这边趴住 屋内几乎都是土石泥沙 加上大雨不断 增加救援难度 警校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将两人从土石堆救出 七十八岁的理性屋主 疑似想保护爱妻 一手护住头部 一手保护下半部 却惨遭活埋 住出时已经不幸身亡 女性妇人则因为头部 没遭土石淹没 送医后幸运救回一命 像打雷的声音这样 可能是那个石头要下来 也会害怕 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山 山的旁边 可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想到当时状况 邻居还鱼记犹存 而且这对夫妻原本有机会 逃过一劫 凯米台风伴随暴雨 南部地区更多处传出灾情 警校也一再呼吁 住在一发生土石流及低洼地区 应该自主撤离 只判这场大雨快快过去 请新闻送报道 灾情严重的还有菲律宾 受到凯米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不少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灾情 短短五天之内 首都马尼拉跟周边的地区 就发生了十多起的土石流和水灾 目前至少已经有十三个人罹难 超过六十万人无家可归 而现在凯米即将登陆了 是中国福建沿海地区 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推动防灾准备 希望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 街道上一片狼藉 马路旁全是残破不堪的家具 台风凯米外围环流 为菲律宾带来强降与天气 就算没有登陆 也在当地造成巨大破坏 凯米增强菲律宾雨季 首都马尼拉和周边地区 短短五天内就发生 十多起土石流和水灾 目前至少已酿成十三人死亡 超过六十万人无家可归 甚至连一口饭也没有着落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市 二十四号下令相关部门 为灾民提供协助发放物资 马尼拉大都会地区十六个城市市长 也已经向政府申请紧急资金 菲律宾民众忙于灾后整顿 同样位于凯米路径上的中国 如今也在全力防灾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测 凯米最迟将在二十五号晚间 登陆福建浙江沿海地区 中国国家海洋预报台 率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 预计沿岸海浪高度 将来到三或四公尺 福建省当局紧急撤离民众 准备好防灾工作 二十五号全省铁路停运 二十六号也会有部分列车继续停 中国水利部承诺严格落实水库防汛安全 各个单位面对凯米如临大敌 只盼能最大程度降低灾损 金新闻王家政 吕嘉涵报道 凯米台风抢袭 也造成彰化大城乡浊水溪 濒临溃堤 水淹宅一楼高 下午大城乡公所紧急撤村 撤离超过四千人 稍后带您一起关心 凯米台风夹带惊人豪雨 浊水溪水位暴涨冲破堤防 首当其冲的就是彰化的大城乡 其中一栋三层楼的透天措 有一楼被淹掉了一半 有四位民众一度受困 消防赶紧前去协助撤离 而县长王惠美道场勘灾之后 也很担心下午大潮 水位还会上升 所以周遭六个村落 四千多人都要撤离 民众净乎连连 眼前浊水溪的水位整个暴涨 冲破核体护栏滚滚溪流 直接淹进民宅 现场汪洋银片 张花大城乡首当其冲 台西村一栋三楼的民宅 一楼已经被淹掉了一半 四名住户赶快跑到二楼避难 消防人员立即架梯子 进行疏散 凯米台风带来惊人豪雨 加上下午两点又遇到沿海大潮 浊水器的水位不断上升 大城乡紧急成立收容所 县长王惠美也前往勘灾 紧急的在钓太空包来在这边做相关的一个防复 那也我也请他们把那个挡几板 虽然是高度不高 但是还可以挡一点时间 国军也出动了六台战术车辆 四十八名弟兄 协助搬运物资跟疏散撤离 预计周遭六个村落 总共有四千四百二十三人 民众都可以先到两处的国小避难 主水溪到潮面超过七米的深度 居民说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水位溢出 现在只能等到风雨退去才能赶快重整家园 金星人蔡主委赖文中吴国一黄金旋 林世昕章华报道 遇到这样子的大雨 中南部有不少灾民 自住也住人 像嘉义有企业家 因为自己老家也经常淹水 所以就直接自己准备了一百二十个便当 送进鹿草乡的灾区 挨家挨户去送热便当 让一些在楼上避难的灾民 也可以用吊挂的方式来接食物 云林也有一宫受困在宿舍 后来也是靠着人力接驳 把民生物资一箱一箱给运进去 我要先来吧 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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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你家 村长开着大货车涉水拜访 迪洪地区的居民 为的就是要送上热腾腾的便当 还有饮用水 挨家挨户送便当 因为大雨狂下 受灾户根本无法进出 所以去传百里后的便当品 今天来给我们这些老师担心 大家买到腰 这就是经验 因为我们早上来饮两百贵 你饮到出门 都没有办法出来 我们的酒盒换 我们的饭都换 我们的饭都换 当地企业家黄宣凯 准备的爱心便当 让大家台风天出不了门 也不会挨饿 云林也有灾民 因为大水无法脱困 必须靠人力支援送餐 通往这个台容一号的民宅前呢 我们经过这条马路 是完全无法再前进 因为呢 可以看到了 整条马路已经变成雪路 透过人力皆博涉水而过 才有办法把餐点 送到灾民手上 医工宿舍所在位置 水烟小退度 因为不知道水何时退 二十多名医工 恐怕会断粮 在各界努力下 送物资进宿舍 希望能尽快解决粮食问题 靖新闻综合报导 在南投投八九线这里 也累积雨量超过五百毫米 不仅酿成了东浦瑞西 钢便桥被溪水冲断 类型产业道路边坡 土石还坍塌了 更有道路掏空 出现了一个天坑 还有在离山地区 对外的交通 有部分都因为土石严重崩落 阻断了通行 各地山区 因为土石流也成为了孤岛 正在全力抢通 西水夹带大量泥沙 形成滚滚黄流 还不断建起小水花 仔细看连接两侧的钢便桥 被冲毁直接断成两截 这里是南投竹山 东浦瑞西 受到台风凯米 雨势影响 西水大暴涨 连接国道三号外环 连络到的钢便桥 也被大水冲断 就怕有人误闯 当地居民紧急关起 铁闸门禁止进入 南投离行产业道路 也发生大片落石 掩埋整条道路 边坡还出现泥水瀑布 清晰了下 挖土机挺进災区 冒雨抢通 只是雨下不停 落石也不断掉 公务段一边抢时间 排除落石 一边看情况不对 就得赶快撤退 事实上我们也担心 我们的施工队 如果雨持续下的话 土机有太大的话 我们也不敢施工 因为我们要考量到 我们施工队员的安全 南投仍爱头89线 多处封闭 造成三村七部落 共3000人受困在内 还好目前粮食 都还算充足 那我们各村 其实都有准备 占备粮 可以足够致应 7天到14天 南投山区累计雨量 达到500毫米 双龙村光复向内 道路全面坍塌 形成一个大型天坑 综合台八线 跟台七甲县 宜兰之县 有大片土石夹杂的树枝 堆在道路上 阻断通行 V山往大雨林方向 隧道上方 一样落实不断 公路段在省道上 积极的清理 后续等到雨是停止之后 会做一个整体的清除 山区土石流不断 连外道路又一次 柔场寸断 近期文 柔转赵建林丘品毅采访报道 而在交通运输方面 台铁东部干线的崇德站 也发生了山崩 当时正在一群式铁轨的盗班员 下着紧急逃命 而在河仁隧道北口 也有大批的土石崩落 把铁轨给掩埋 更堆成了一座小山 挡住了隧道口 苏花公路再次受到重创 崇德段遭到土石流 覆盖路面 所以目前只能够单向同行 边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扬起大片 尘土民众看得都惊呆了 有人跑了 有吗 有有 冲德车站盘都边坡滑落 造成铁轨被掩埋 还有这里一样 也遭土石流侵袭 监视器上滚滚泥流夹带碎石 不停从边坡流下 台铁和人隧道北口 遭从苏花公路边坡崩落的巨量 土石淹没 工程人员站在前方 看到这触目惊心的场景 吓坏了赶快先撤离 因为整条轨道路线 消失 电车线设备也受损 单高人力根本没有办法抢修 还有台九线一百六十一点二K 会得隧道下方铁道 西阵线桥梁 路级投空 怪兽赶快进入抢通 近期内要恢复通车 有难度 位置不一样 对 量体应该也是有比较大 某些地方它的量体有比较大 不是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有比较多 而这土石流影响的布置 铁路公路也无法幸免 苏华公路重得断造大量的土石泥流掩埋 边坡上还能看到竟然出现了泥黄色的瀑布 道路上满地泥泥跟土石树枝 还不时冲刷泥流下来 所有路面部分被覆盖 只剩下单行道能通行车辆冒险通过 民众透露去年苏拉台风 也酿成道路中断 好不容易抢通 这次又遭凯米台风侵袭再埋一次 抢风奏雨肆虐后 再后重建的路是关键 不论是台体还是公路 抢修人员预估清理土石 恐怕得花上一周左右 进行为流行赵建林旅传明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峡区五辽里的一名王姓里长 昨天上午开着挖土机去看灾 结果因为挖土机不慎翻腹而意外死亡 家属悲痛万分 今天临堂前也有许多里民前去悼念 里长的儿子向爸爸喊话 希望来生能够再做父子 下次辈子我儿子当儿子 他是我的光荣 他真是一个好爸爸 如果有来生只盼能在座父子 一字一句道出满满思念 新北三峡区五辽里 王姓里长二十四号早上 因为一通电话赶忙出门 勘灾却再也没回家 他接到一个就是有车辆卡住 他去把他救回来之后 他可能看到路有不平 或是有树倒下来才导致翻腹 他是一个蛮热心的人 不仅对家庭无私奉献 邻里请托更是使命必达 今年已经七十岁的王姓里长 连任四届在地服务超过十年 我们里长很好 我们环保还做得很好 只要谈到王里长 人人都竖起大拇指 灵堂外也挤满满人潮前来悼念 看在发生意外 当被发现时里长已经明显死亡 不过台风天阴工罹难 却没被列在凯米台风 意外死亡名单 也让经常一起共事的市议员 感到相当惊讶 自己里内的路 里长去抢灾 因为这样子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因为阴工 希望市府可以看 有没有什么阴工补炫金 可以来给里长 市府边有里长团报 商商互助经级相关委员金 在第一时间 向王里长家属表达慰问之意 而后续民政局 也会尽力协助家属争取最有权益 对此市府解释这份名单 只是风灾伤亡的初步统计 后续还会做滚动式修正 也不会影响里长后续抚恤 民政局也强调请家属放心 一定会替应公死亡的里长 争取最高抚恤金 新入市长高宏安的助理费官司 原定在昨天就要宣判了 但是因为凯米台风习台的关系 延到明天才宣判 不过新竹轻鸟风雨无阻 照常举办新竹台派大坝斗 还要发起罢免运动 诈骗集团在台风天也没有放假 新北市三峡警方昨天上午接获民众报案 说自己遭到投资诈骗 交付了十万元的款项 警方就借机联手被害人 下午再度把车手约到超商面交 设局逮人 并且也成功找回了被害人 上午已经交付的诈骑款项 只是有一半已经被车手拿去还赌债了 穿着西装的男子双手插腰 站在超商外 只见撑伞男也不甘视若 频频逼问下一秒 店内埋伏的便衣远警 看见两人接触后 立刻上前将人控制 原来西装男是一名诈骑车手 都以仁章俱火还想狡辩 甚至态度还相当不配合 警方随即展开附带搜索 果然在车上找到上午才刚骗来 羞腾腾的诈骑账款 不管怎么办还是被警方逮捕 据了解这名30岁的王姓车手 多年前涉及多起零骨塔炸材 遭起诉判刑人不学好 凯米台风肆虐台湾 但诈团不放假 用话术继续匡骗被害人 一起投资生机位 以每个10万元的价格 24号上午相约被害人面交 当对方警觉上当后报案 警方要他再假意交付尾款 因此下午再度跟诈团约面交 同时警方也到超商内 设下天罗地网 当场将人逮捕 但有一半的钱 已经被对方拿去还赌债 被害人上午先交付10万元 与对方后警觉诈骗 像本首罢案后与我们配合 将诈骗集团约书 当场将诈骗集团成员逮捕 被害人急紧发现受骗 不到三小时展开警民合作 逮捕诈团车手 后续警方将持续溯源 要将被害人的血汗钱 给通通找回来 新主市长高宏安的助理费官司 原本昨天要宣判 但是因为凯米台风行台 来沿到明天宣判 在一审官司宣判前夕高宏安 今天还是坐证在应变中心指挥 也前往视察地下道以及水利设施 但如果一审宣判有罪的话 他就得面临停职跟党内处分 亲自视察地下道及水利设施 开明台风来袭 新竹市长高宏安坐镇第一线指挥调度 助理费官司审判前夕 为防灾分不开身 只是新竹市民不买单 搬出大型看板 列出他的争议事件 新竹青鸟风雨无阻 照常举办新竹台派大半桌 就连菜单都恶搞 拿高宏安过去争议来命名 无论是市政 环境 我的话都是往下沉沦 就对高宏安市长不满意 希望可以换一个市长 这个市长没有在做事啊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洗开二十桌几乎全满 罢免新竹市长高宏安行动的志工 也到场收件 目前已经超过一千份 第一阶段连署书 选前承诺的学区就进入学 也都跳票 那这样子市政也不行 然后要挖所谓大命宝也挖不到 我想清除市民 对他的不满情绪相当高 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废案 原定二十四日早上十一点宣判 但却遇上台风假 顺延到二十六日上午 结果才会出炉 最后还是要看法官他的新政 是不是能够采用高市长所谓的 虽然他不是一个好老板 但是他没有贪污这样子的一个辩护策略 那不过因为助理还有办公室的主任 都已经认罪了 所以我个人的研判也是觉得 成罪的可能性依然相当的大 倘若一审判定有罪将面临停职处分 也恐怕被民众党开除党籍 传出民众党去年修改廉政准则 与纪律平易裁决准则 修订后版本 由先前一审判决有罪开除党籍 改为事情皆轻重 予以除名或停权 也被视为高宏安条款 但也不是没有转还余地 若二审改判无罪可复职 只是判刑确定的话将解职 并在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包含党内黄国超 民进党林智杰 国民党政政前都是可能人选 高宏安的判决结果 牵动新竹市政治版图 见新闻宋报导 带您最新消息 受到凯米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高雄沿城区知名地标永新福岛 位在高雄港区 水位一度溢流到附近停车场 造成饥烟水 而旁边连排的路数也都被吹垮了 现场最新情形 联系里记者许一方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进新闻小组 到了高雄沿城区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现在是晚间时刻 那我们在这个沿城的永新福岛 是知名的地标 那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呢 是它的停车场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其实蛮多的多处积烟水 就是因为呢 在稍早的时候 受到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带来的雨势 是相当的强烈 也相当的大 所以看到多处 都有一些小滩的积水 现在已经有慢慢消退了 不过呢 还是可以看到现场被台风的外围环流 肆虐的痕迹 那我们再看到旁边 停车场旁边 连排的路数都是整个已经倒了 连根拔起轻倒 那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树木 是比较瘦弱的这个质感 所以整个是不提强风啊 整个被吹垮了 那现场呢 这个停车场的车辆并不多 所以没有太多的毁损 不过呢 现场这个满目疮痍的状况 我们透过现场就可以看到 真的是蛮多的树干 以及树枝都已经被吹倒了 而且没有人敢再停放在这边 因为旁边就是高雄港区 那么在晚间八点以后呢 有可能还会受到这个天文大潮 以及雨势的影响 有可能还会有满雪味溢出来的现象 那么提醒观众朋友 千万台风天以及天文大潮 不要来到高雄港区 尤其是这个永兴福岛的知名地标 有可能会受到灾害 那么以上现场最新 把时间先还给棚内 好谢谢义峰 其实除了港区之外呢 有很多危险的地段 在凯米台风离开之后 还是千万不要靠近的 因为虽然台风已经出海了 但雨势依旧很强劲 尤其是东北角地区 不但沿路都有树木倒塌 还有电线杆应声断裂 我们也实际直击到 有民众把车停在岸边关浪 遭到警方驱赶 还有南投原命男子 居然趁着西水暴涨的时候 跑到西边捞鱼 海巡单位提醒 在海上台风警报 还没有解除之前 靠近水域都是相当危险的 一婆婆大浪拍打 余温及起巨大浪花 凯米台风虽然逐渐远离台湾 但东北角风浪超大 海巷依旧相当恶劣 相近逢是夹带大雨 就连路旁的电线杆都被硬生生折断 只留下电线跟底座相连 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 而路旁也随处可见倾倒入树 东北角正风打十三级 桃田巨浪更是高达九米 不过也引来不少民众好奇微观 但就怕连人带车 卷入海里警方与海巡队员 轮番暗巡 确导民众赶快离开 民众不怕倒是附近店家很紧张 整条马路全都拉下铁门整停营业 镜头来到中台湾 南头只见滚滚吸水 伴随大量突湿 还有许多枯枝垃圾 全都被冲进水里 上面触目惊心 不过仔细一看 竟然还有民众穿着鱼衣 戴着斗笠在抓鱼 阿伯趁着台风期间 大雨造成水位上升 所有鱼群都会往河虫聚集 直接洒往捞鱼 满满一带大丰收 大方分享捕捞成果 但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 因为目前海上台风警报 尚未解除 只要靠近水域 就会被海巡人员楼姓劝导 但若执意不停 最高可开法二十五万元 提醒民众千万别掉以轻心 近期文秋平一章 今日章讲的采访报道 好 因为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有一些地区呢 明天还是停班停课 在我们画面上的右方呢 稍后您会持续看到 我们为您整理更新 最新停班 或是要上班上课的资讯 在高雄地区呢 我们知道因为它淹水的非常严重 那需要这个善后 所以包括了纳马夏区 甲仙区 明天是停班停课的 还有这个山林区 岐山区 美农区 桃园区 明天也是停班停课 另外还有高雄市的六规区 茂林区 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的 至于北北基陶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明天都是正常上班上课 宜兰花莲 也是一样正常上班上课 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来听 气象鼠的最新说法 马祖地区的朋友 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 将是风雨影响 最明显的时刻 而它的中心 虽然离台湾本岛 越来越远 但是整个台湾 仍然是受到 它的环流影响 包括台湾 以及澎湖地区 今天晚上到明天 仍然会持续要防范 它的环流 所带来的降雨 我们可以先从 雷达回坡图上看到 海米台风的中心 已经逐渐进入了 中国的陆地 但是它的外围 其实整个对流发展 还是相当的旺盛 而随着台风 比较偏北移动之后 整个对流云系 由原本的直接影响 中南部地区 渐渐的北移 所以在过去几个小时 比较强的降雨区 也逐渐扩张到中部 甚至到北部 我们要提醒 因为这些在海面上 发展出来的对流 有时候会带来 很明显的瞬间强降雨 尤其是当对流 如果持续通过 同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会出现好几个小时 相当持续的强降雨 所带来的累积雨量 所以要提醒 目前在整个新竹以南 到台南地区 以及高平的山区 强降雨的状况 还是持续 还有澎湖地区 都要盛防 它所带来的豪雨 或是大豪雨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台风这样的雨势 在今天已经造成了 相当惊人的累积雨量 根据观测 统计从今天的零点 到晚间的八点 从图上可以看到 黄色的区域 是雨量300毫米以上的区域 范围相当的广大 从整个南投以南 包括我们的云林以南地区 大范围普遍都出现了 30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 那甚至尤其是在高雄 屏东地区 是有达到成色 就是大范围400毫米以上 累积雨量这个区域 所以整个降雨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而最大的雨量 在高雄山区 范围区的山上 有来到1197 将近2000毫米的降雨 将近1200毫米的降雨 而在嘉义跟屏东的山区 降雨量也接近 快要到1000毫米 而在南投云林的 还有台南的山区 降雨量也都超过700毫米 所以在整个中南部 尤其是南部的山区 降雨的状况非常的惊人 而且目前下雨的状况 还在持续 那我们统计从23号的零点开始 到目前为止的 整个累积雨量 最大的雨量 一样是出现在 高平山区 以及嘉义的山区 根据观测 在高雄的山区 最大累积雨量 有来到1673毫米 而在屏东嘉义的山区 也有来到1300 1400毫米 而另外 昨天在台风整个中心 通过跟登陆的时候 在东北部的山区 也有很大的累积雨量 所以在宜兰县的太平山 也有来到1200毫米的雨量 而我们预测 接下来的整个天气 随着凯米台风 北移之后 环境会有一些改变 那我们先看到 预测明天 凯米台风 进入中国陆地之后 持续带动 整个低压带往北移动 不过这个时候 台湾还是位在 低压区南侧的 西南风的区域 所以明天 整个西南风持续影响 中南部地区 仍然容易有 明显的雨势出现 而到了礼拜六 整个低压区 随着凯米台风 更往北移动之后 台湾附近 转吹比较偏南风 但是要留意 在南海到菲律宾 东方海面 这里仍然是一个 属于低压带的环境 所以中间 还是会有一些 对流或热带系统 消消涨涨 而且水气也还是比较多 那到了礼拜天 预计台湾附近 会转吹东南风 到偏东风 但同时也会把 这些比较南边的水气 持续地往台湾附近 吹送 所以我们从整个 预测降雨的 持续图上来看 预计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 金门马祖地区 要留意 风雨仍然是很强的 而中南部 以及澎湖地区 也要留意 整个好雨还会持续 而预计到了明天白天 降雨的状况 虽然跟今天相比 有稍微降雨 是有减缓一些些 但是还是有 蛮明显的雨势出现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 超大豪雨特报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要持续留意 云林以南地区 以及台中南投的山区 还是会有超大豪雨出现 而在苗栗到彰化地区 也会有大豪雨 请大家要特别的防范 而预计整个雨势 到了礼拜六 从原本西南风 转为偏南风之后 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略微地趋缓 不过整个水气 还是往台湾附近吹送 所以变南风之后 反而在花东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还是会出现一些 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 虽然雨势会变得比较少一些 但是东南部 也要注意降雨 而到了礼拜天 中北部地区 则会转为以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而依目前的整个台风行进的方向跟速度预估 有可能在台风持续往西北移动之后 台湾本岛及澎湖 有可能会在今天深夜到明天的凌晨 脱离暴风圈影响的范围 而金门马祖地区 则预计可能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 脱离暴风圈的影响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台风逐渐地往西北移动 可是它整个环流 以及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雨带 一直到明天 都还是会持续影响中南部地区 请中南部的朋友 仍然要慎防豪大雨所带来的冲击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 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好 再次总结提醒您了 在今天深夜到明天 这个中南部的雨势都还是蛮强的 一直要到星期天 这个东部跟东南部的雨势 才会比较趋缓 提醒您特别留意 那么凯米台风是在今天凌晨的 十二点的时候 以强烈台风的强度 在宜兰南澳登陆 登陆之前各地预估 风势与势都很强劲 也达到了停班课的标准 所以它成为了历来首次 历史上第一次台湾本岛 十九个县市 一起连续放两天台风架 但是因为凯米台风 它后来受到地形的影响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台风的核心环流就紧缩到非常小 尤其北部的风雨 就比预期的再小一些些 有些网友就开始质疑 是不是有一些县市 根本不该放台风架 但其实台风架 本来就是应该料敌从宽 因为除了避免外出 会遇到危险 做一些提前灾防 还有一个重点是要善后 而且还有很多家庭 如果没有放台风架 是很难照顾孩子的 像是如果是消防员 或是军人跟护理师的家庭组合 或者是父母亲双双 都是医护等等 而事实上 光是在没有遇到台风的情形下 这些没有后援的双亲家长 就已经非常辛苦了 所以很多人平常选择 是把孩子放在学校 做课后延托 但可能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有一些学者就建议政府 除了补贴家长托育今天之外 其实也能够补助企业方 让这些在职的父母去申请公时七加一 上班时数七个小时 然后另外这一小时能够弹性运用 家长如果能够早一个小时下班接孩子 让照顾回归家庭 当能够多一分陪伴 让孩子往正向发展 就能够减少将来的社会成本 在事半以来 工作效率反而出奇的高 下班时间一到 林小姐迅速整理好东西 向离弦的剑斑冲向脱衣中心 好 你好 好 就是这样子冲来冲去 然后有时候下班 就也会 就是回家的时候 还要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就是怕东西没弄完什么的 对 要接送真的是有点点累 因为经济压力 林小姐在请了一年多的预晕假后 今年二月重返职场 日子过得像是忙碌的陀螺 转不停 大概要 二十到三十分钟 对 然后因为下班时间真的人超级多 我有时候等到四台车 我才有办法上车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 蛮累的 然后他有可能就是又路途中崩溃 就很可怕 对许多父母而言 下班后才是真正的挑战 回到家后开始忙碌 七点半才把晚饭弄好 吃完饭又得忙着洗女儿的餐具 育儿职场两头烧 连陪玩都成了奢望 说真的回家之后 真正相处时间其实没有多久 他就又要睡觉 因为隔天很早起上课 那我自己也会觉得 有点对不起他 父母深陷职场 与育儿之间的拉扯焦虑 要怎么治本舒缓 国北户特聘教授杨金宝提出 希望政府与企业支援 在职父母公时七加一的概念 将每天上班的八小时 拆成七加一 上班七小时 剩下的一小时弹性运用 让爸妈早点接孩子 集中拼前七小时 工作效率也能提高 学者认为同一笔经费 比起补助父母准公共托育 每个月一万三千块 更有意义 不管是托婴中心 或不管是幼儿园 我们政府也是给了钱 延托也给延托的费用 如果幼儿园课后延托 一个小时要支付老师四百块 那一天就是一千块 那我就觉得把这个钱 去拿去支应企业 让企业支应家长 家长把别人照顾 别人帮你照顾的孩子 带回来自己照顾 多好啊 企业会有哪些影响吗 以中华电信为例 除了设有教保中心 它同时也是全台第一家 首创家中有三岁以下的孩童 就可申请育婴公食 七加一的公司 二零二二年实施至今 有一千五百多人使用 公司总补助超过三千四百万元 创造出十四点二万小时的 育儿陪伴时光 毕竟陪孩子长大 是事后买不到也补不了的 我为什么这么推崇这一小时呢 因为这一小时 父母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那个 跟老师还有一点连结 可以跟他的老师谈一谈 理解这个孩子逗留一下 不要把孩子当货品 来了就接 然后到了就送 真的像货物一样 输送贷一样 走吧 跟老师拜拜 谈线的这一个小时 不但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建立亲密感 也不会因为父母工作太过疲惫 而牺牲掉彼此自在相处的时间 孩子是父母心头的牵挂 也是台湾未来的希望 要怎么细心呵护 让他们平安长大 是每位爸爸妈妈心中最大的期盼 花莲有一处名宅 不敌墙风 铁皮被吹仙 女儿墙掉落后 砸中了下方轿车的后半部 照存在后座的妇人送医补治 现在被发现酿货的这栋建筑是寄存违建 稍后带您关心 凯米台风在花莲酿出人命意外 有一处名宅不敌墙风摧残 铁皮被吹仙 女儿墙直接掉落 正巧砸中了下方这辆轿车后半部 造成当时坐在后座的驾驶的妻子送医补治 而儿子现在也仍然在命违抢救 而现在被发现酿货的这栋建筑是寄存违建 不敌风雨摧残顶楼铁皮屋硬声被吹仙 六层楼高名宅女儿墙直接中级停在下方的白色轿车 后座瞬间被砸烂 下的车主赶紧把车往前开 当时车内一家三口坐在后座的45岁母亲当场没心跳 男童则当场昏迷 事发就在花莲市区 24日下午刮起14级阵风 这起意外事故造成一死一重伤 而这栋公寓民宅目前委托每轮分店管理 乘租员工当宿舍使用 业者承诺后续医药费会尽力协助 但其实这栋建物顶楼铁皮扎盖 早在民国78年完工 属于继承违建 更遭人批评 扎死人根本不是女儿墙 而是违章建筑 关于私人的建物或私人的顶红 这属于私人的财产 那他们必须要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自己将自己的财产能够把它符合 安全的标准 眼看继承违建 如今闹出人命 花莲县府事后派员斗厂了解 建管处也会积极彻查 不让违章建筑就地合法 静星园最好报道 当这个遗憾的意外发生 网路上却出现了一些评论 质疑这家人台风天外出 质疑车子违规停车 这一类乍看 觉得不可思议 缺乏同情心的言论 因为女儿强被风吹落 跟车子有没有停在停车阁内 完全是没有正因果关系的 所以有网友就提出了阴谋论 您或许记得在六月底的时候 博爱座曾经闹出很大的争议 当时有粉专整理了网路的影片数量 还有人们搜寻当时的青鸟行动 跟博爱座关键字的一些比较 结果从这个画面上这些数字来看 他认为博爱座的议题声量趋势 绿色的线跟红色的线 绿色是青鸟 红色是博爱座 他认为博爱座的议题声量趋势 是跟随着青鸟行动的发生 而且是被突然的凸显跟放大 他认为这恐怕是为了试图 消弭青鸟的声量 制造世代对立而特别创造的议题 而这一次在台风天发生的这一桩 没有人希望发生的意外 似乎也透过网路的某些言论 激出了一些不理性的 不善良的情绪对立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揣测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认知作战 一种渗透或分化 但还是希望回归人性本善 不要在网路上去喂养 这种充满撕裂的环境 因为对这家人来说 是在伤口上撒盐 这位当时坐在驾驶座的先生 失去了在后座的太太 他七岁的儿子还在重伤抢救 还面对许多网友 这样子的质疑跟批评 他忍不住还原当时的情况 他本身是社工 然后是去为了接护理师太太下班 才顺路想在回家之前 到超商去采买一些民生物资捕获 没有想到才刚停好车 下一秒意外就从天而降 先生哭得气不成声 现在只期盼儿子能够保住性命 我们会尽力 现在小朋友的脑压是好的 不停拍被安抚家属心情 只见男子哭到气不成声 因为没了妻子 现在宝贝孩子还在家户病房 跟死神搏斗 没问题 我一早就都猜 花联线长徐真卫也紧急到院 表达慰问并致证慰问金 因为男子二十四日 带着七小外出临庭超商外 却酿一死一重伤意外 原来驾驶是圆明慧的区域督导 也是社工 二十四日傍晚 去接护理师太太下班 车上小孩只有七岁 不能单独在家 当时一家三口就在家附近 一公里的超商才卖 没想到才刚靠边林亭 下一秒女儿强从天而降 一家人就此天人永隔 七岁男童今年六月才刚从幼稚园毕业 准备踏入人生下个阶段 母亲脸书上还经常分享生活点滴 昔日一家三口的甜蜜照片 如今天伦暮碎 骂父亲除了承受丧妻之痛 还要担心儿子安危 身心备受煎熬 现在只希望奇迹发生 就怕儿子能尽快脱离险境 继续文最后报道 护理师一家一死一重伤 有没有可能获得国赔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公共设施因为设置或是管理上有欠缺 导致人民身体生命 人身自由或是财产受到损害者 国家应该要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 但是这一起女儿强的意外呢 并不属于公共设施 而是这一栋建筑物是属于花莲市 美伦大饭店所租用的员工宿舍 所以应该是由美伦大饭店来负责 有知名律师指出 跟这个建物是不是民国78年完工的 寄存违建根本无关 因为不管是不是违建 如果房屋或是设施 造成了别人生命身体财产的损害 除非他能够举证说 我已经善尽维护责任了 否则都是必须要负法律责任的 尤其这起意外有人死亡 检察官起诉的机会更高 因为在过失致死的状况下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过失 都会构成责任 那么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持续关心 这一次灾情最严重 最令人意外的画面 出现在高雄 不少地区因为暴雨狂冠 造成大淹水 还有很多大楼的地下室 根本变成了制洪池 稍后带您关心 凯米台风西台 今天沿水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高雄了 其实高雄平均年降水量 也才大约2200毫米 而凯米台风又恰逢天文大潮 加上西南气流 所以到目前为止 带来的雨水 就已经超过1000毫米 所以也发生了严重的灾情 在骑山区新光里后 错向的一个民宅 今天遭到土石流冲入 造成屋主夫妻一死一伤 大大小小石块 以及泥沙树枝 布满整片道路 连民宅都遭殃 暴雨炸高雄连带 让山区土石松软 高雄骑山新光里 一处民宅遭土石流冲入 导致一对夫妻被土石淹没 屋内几乎都是土石泥沙 加上大雨不断 增加救援难度 警校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将两人从土石堆救出 78岁的理性屋主 疑似想保护爱妻 一手护住头部 一手保护下半部 却惨遭活埋 救出时已经不幸身亡 女性妇人则因为头部 没遭土石淹没 送医后幸运救回一命 想到当时状况 邻居还鱼记犹存 而且这对夫妻原本有机会 逃过一劫 开密台风伴随暴雨 南部地区更多处传出灾情 警校也一再呼吁 住在一发生土石流及低洼地区 应该自主撤离 只判这场大雨快快过去 警局问宗布导 还有不少大楼地下室因为淹水变成制洪池了 向为在左营区桃子园路的大楼地下室 成为灾区 住户眼见防闸门都要挡不住了 所以赶紧用肉身去挡水 大水倾斜而下 社区地下室车道口变成瀑布 住户举步围艰就怕被冲走 但方面动作仔细看 前方一二三四五六继续数 至少超过十名住户 站整排肉身挡水 有人穿着雨衣 有人戴上安全帽 合力固定挡水设施 但往下走 水是狂涌地下室早已被泥水灌爆 宛珠湍急河流 还飘着树叶枯枝 住户就像走在黄河上 一旁车辆全程泡水车 惨况就在高雄左营区 陶紫园路上的新建大楼 25号因江下暴雨 导致排水系统疑似不堪负荷 大量泥水直接灌进地下室 场面相当惊人 当时滚滚黄水 甚至斜坡冲刷下来 逐渐雨量相当大 住户站成两派人墙固定闸门 还好有hold住没发生意外 但后续怎么晴雨也是大问题 本来在马路上积水 本来是一小滩 快月七月对 然后就冲下来一条河 它本身就有重量 再加上水的推力 对啊 我差点没冲走 目前以人工为主 放眼望去陶紫园路 整条大马路根本变成河川 水焰高度一度快逼近膝盖 不守大楼地下室都产成制洪池 后续复原大工程 让窝主车主都有得忙 而车子开出去了 也因为道路淹水 有人车子抛锚 只能下来推车 还有驾驶开着特斯拉 虽然能够前进 但外面的积水 也灌进了车里 凯美台风带来惊人雨势 席卷南台湾 高雄灾情惨重 在大赦水几乎都淹过车门 另外在大赦天宫庙前 一辆白色轿车 直接被洪水推着走 宛如飘飘河般 整辆车消失在民众眼前 来到人舞积水深度 已经超过成人小腿 民众只能趁着闪 在雨中缓慢前进 有超多车辆 也因为积水影响 抛锚在路中央 另外在燕巢 也都是同样情况 民众好无奈 车子开到一半 就抛锚 只能徒手推车 在一旁也有好几辆车 也都是同样遭遇 仔细一看 所谓高度已经接近大腿 行走时一个不小心 还跌了一跤 在鸟松就有驾驶 开着特斯拉 变成水上汽车 乘风破浪 但仔细看外面下着大雨 副驾驶座的置物箱 不断海油水涌进来 三明区浩东路的高速公路寒洞 也是积水满满 但相对状况比较好一点 车辆还能勉强通过 钢山点宝心因为吸水暴涨 整个都已经溢出提防 十多辆车全部灭顶 损失惨重 高雄淹水灾情不断 许多车辆变成泡水车 民众的心都在淌险 继续新闻众报道 水淹的这么严重 到底高雄的雨量有多少呢 气象署预测从台风来的前一天 也就是二十三号开始 一直到明天 整个南台湾的累积总雨量 上修到两千两百毫米 而光是高雄呢 单日的雨量 就已经直逼 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记录了 所以才会淹得这么严重 光是蜿蜒在市区的爱河 上午九点多水位就开始出现议题了 水位高涨出河道 所以沿着爱河沿线的市区 低洼地区都是积淹水的 像是高雄的三明区 同盟路往铁道三街一带是淹水 从高楼往下看 根本是一座大型的游泳池 还有大玉街这一带呢 是水淹到半层楼高 三明街一带是因为幸福川议题 民众的住家外根本成了水路 还有建公路这一带 有消防人员得出动橡皮艇救人 还有古山区 刚刚我们有提过 是这个高美馆周围的豪宅区被淹掉了 古山景分局门口的道路呢 也是大淹水 一路沿线淹得跟黄河一样 还有大社区也变成了飘飘河 甚至连车都惨被冲走 三明区的很多机车也来不及移开 只能漂流在水中 还有看到我们田辽区呢 民宅灭顶了 左营的这个停车场 根本变成了瀑布 民众想用肉身挡水都来不及 然后更靠近临近海边的高雄港码头 也被大水淹没了 还有看到左营的桃子原路呢 也是因为瞬间降雨 所以路上满是泥水 从高空俯瞰跟河流一般 然后这里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 一楼大楼必须用人肉去挡水 用肉身试图固定闸门 所以目前这样子的状况 不只在市区 在美农 桃源 茂林 也都是重灾区 山区的居民说 这次的强风暴雨 马上就让他们想到 十五年前的八帮风灾 高雄市长陈其迈 今天也特别前往视察 不过高雄山区的雨量呢 就已经上修到两千两百毫米 直逼莫拉克两千五百的记录了 所以高雄市府也向中央求援 希望能够有五十台抽水机 跟一百二十七名的国君人力 来帮忙救灾 民众挤在楼梯高处避难 家的一楼全泡在水里 原本因为地势高 邻居刻意移车借停 但现在三台机车 包含茶几桌椅 大小型家具 通通无意幸免 再往外看家门口 整条马路成了一片汪洋 凯米台风带来惊人雨量 重创高雄美农 民众在风雨中冒险牵车 飘飘和尚 就这样与床垫擦身而过 从梅淹水的番茄园 现在只看到滚滚泥流 岐山西满水位 梅农湖也出现议题 市长陈其迈赶往美农看灾 美农情况危急 随时要进行预防性撤离 同时投原老农溪水位也暴涨 另外茂林累积雨量 一天之内逼近一千毫米 周边乡镇多处淹水居民 连安置的物资都成问题 这次凯米与当年的莫拉克 路径相似 同样是从北部通过 就怕带来的降雨等级 也会复制 市府也向中央求援 目前是需要四寸的这个抽水机 只有五十台 那么军力的部分 他希望能够跟国军申请一百二十七个人 十七个车辆 刚刚我们的中央气象署 已经又在上修 在高雄地区里面的这个总雨量 从原来山区地区的一千八百上修到两千二 昔日莫拉克两天之内创下两千五百毫米的惊人雨量 如今凯米雨量不断上修 避免巴巴风灾重演 中央到地方持续戒备 金新闻综合报道 我国男子四百公尺跨栏 记录保持人彭明洋 去年经历成都市大运夺金 杭州亚运确诊成绩失常之后 即将要扣关个人生涯的首次奥运 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期盼可以冲破极限 跨入巴黎奥运的决赛舞台 展现结实身材 不停跨步暖身 跨栏男神彭明洋 每次的抬脚高度 都搭配独特节奏感 已经完美记忆在肌肉里 踩跟踏字面上简单 但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全身散发着临家大男孩 气质的彭明洋 出身运动世家 爸妈都是国内知名田径好手 自律两个字 从小就有科进 DNA 从小就是蛮自主的一个人 所以我有蛮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也不太会管他们 到底要说什么东西 一直以运动健儿的身份 出现在大家面前 彭明洋其实也有俊怠奇 高中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自己有美食家的特质 还一度不练习 想跨界念餐饮 如果我很调食 那我不 我只做菜给我自己吃 至少我觉得我做的菜 可能我自己吃的比较喜欢 那我家人不调食 那我顺便可以做给他们吃 后来练田径的话 是因为妈妈那时候想说 国中都已经练体育 练体育班了 那高中就继续练 所以我就后来就被他逼着去练习 不只爱吃美食 彭明洋还能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 让他在二零二一年成都市大运 掌握风收成果 以四十八秒六二破全国记录拿下金牌 更取得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 但就在绅士看涨的时候 杭州亚运他硬生生摔了一跤 自己在本来前一场市打运 就已经把自己的PP破到四十八秒多了 那只要在亚运会上跑四十八秒多了 其实或是四十七秒投 基本上一定有一定有一个牌可以拿到 但就是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去到那边 就是觉得确诊了这样子 因为伤病缘故体力大不如前 彭明洋的巅峰跟低谷恰巧 都在两年一瞬间 但也给了调整状态的机缘 这次跨境二零二四巴黎奥运 他也期盼能冲破极限 而体操精灵丁华田 在上一届东京奥运才十八岁 就写下了台湾睽違五十三年 再有女子体操选手 站上奥运舞台的记录 这一次他再度取得了参赛资格 将出战平衡目项目 有别于第一次的青涩 这一次他更有信心朝晋级决赛迈进 五米长十公分宽 这小小的舞台承载着丁华田的梦想 九十秒动作重复一直练 天天练 在平衡目上展现丽与美 可能是人太多镜头太近 拍摄这天没有完美落地 丁华田懊恼情绪写在脸上 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 看到这么多人来 可以说有兴奋有点紧张 我觉得是连接 就是一个很吃节奏的 一种动作的形式 单动作可以做好 但是连接的时候 就很需要训练那个节奏 还有流畅性 二度登上奥运舞台 有别于第一次18岁的青涩 这次清楚自我水平 提升难度分 一样设定先 就是做出6.2整套 然后能够闯进决赛 原本是有说在练新动作 那但是完成度还没有到很高 所以就先把原本的动作做好 尽力做好 然后新动作还是会练 但是就不一定 不一定会真的放进去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第一分 就是目标可以达到6.2分 那完成度如果可以把它提高到 只有扣两分的话 那这样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有 14分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我觉得这个分数的话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虽然是靠地补取得参赛资格 但天柱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丁华田调整好状态 说一切辛苦都值得 其实我在当下的时候 并不是想说我要去 我要去创纪录还是怎么样 就是想要 平常把平常练习的东西 发挥出来 然后在赛场上面 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享受比赛 全力以赴 其实我最大的目标 这是比奥运会 我不管成绩怎么样 那我是希望说 我们在那天比赛的时候 那我们全台湾的所有人 会觉得说 今天有丁华田比赛 看着爱图成长茁壮 教练感动在心里 上一届冬奥无缘晋级 却已经显下台湾 睽違53年 再有女子体操选手 闯进奥运纪录 这届朝决赛及颁奖台迈进 要让更多人认识 她是来自台湾的体操精灵 进行为许起中 增加宣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